聽師傅說過可以把自己念經或念咒的錄製下來 往後如果時間不允許做可以播放 不知這樣如不如法 功德是不是一樣呢 如果你在錄的時候真的是很發心 願眾生聽到我念的聲音都可以得利益 那當然有用了 動機很重要 今天你叫我去錄大悲咒 我有一個表演的心態 或是那個時候心情很亂 不是這麼發心 念起來就沒加持力 我們很多老和尚很會聽這個的 有時候我在播 說起來不要聽 我說為什麼 沒加持力 因為念的這位人他當時的動機不正確 那個聲音就沒加持力 那有些很有加持力 像我們最近在做私事 都會放那個供搞佛佛的私生遺軌 那個加持力很大 為什麼 因為供搞佛佛在修這個遺軌他很發心 所以錄下來那個聲音一播放就有加持力 所以這些成就者還有成就者的特殊方便 重點 動機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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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